花蓮餐廳內用與中央一致 不過很多餐廳還是不開放 台東和花蓮就有部分餐廳 害怕有外地有客湧入 造成防疫破口 全台降為二級警戒 不過很多餐廳還是不開放內用 預理罪間拉麵店業者表示 就怕有外地客湧入 造成疫情穩定的家鄉出現 防疫破口 最主要是怕外客 我們這裡的話還好 對啊對啊 外縣市的人 門口外面還是貼著禁止內用 雖然中央公布是可以內用了 不過很多餐廳業者還不太敢開放 這兩天也是有遇到想要內用的客人 不過業者還是說暫時不內用 要等疫情穩定之後再開放 賣了兩個月終於降回二級 即使現在放暑假是旅遊旺季 但是餐廳業者都有顧慮 堅持做好自主防疫 才不會讓防疫存果功虧一虧 記者高雙雙預見采訪波動 記者高雙雙 Начxs